今天要介绍委托经营临业主演 委托经营书类 就是委托方认同受众与临业勇气多元辅导方案 整合公私有林 永续经营森林资源之精神 委托方所持有之合伙公私有林地 地点在哪里 地要在哪里 积多少公顷 同意委托某某受托方 以所专理森林经营计划室内容及核定期程 善加管理经营前开土地 维持林地健康 生产优质木竹材 即在维护生态环境群体下之合法合理之多元化 利用经营方式 同年 生态园要在整个月 把它列入的这个规划项目之一 通常 私林服役计划 还有林母华彩计划 造林计划 森林产业发展 作业岛 监设计划 森林经营设备采购计划 林下经济计划及森林意乐发展计划 在台北市这个部分 森林意乐发展计划 我们也可以列在项目之一 我最近强调一个疫苗作业的规划 疫苗就是要有苗圃 疫苗面积到底多少平方公尺 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讲的疫苗市 疫苗市就是一平方公尺100株 到底你要种什么树种 新培育树种哪个 株是哪里 留床 苗株是多少 造林的目的 当然就是大家比较关心 所以我们就有株临疫苗种植 当然我们在台湾也有株业 友善培育 比如说田农省 当然这顺床很多是三聘 另外就是庄庄疫苗盆 博下台湾医生种 这个古朵科 这个这种语话没有人讨 他没说没有人讨 那他查话 我们现在的语言 语言有破音字 也许你注意这些语言 我们开始来听语言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开始来听语言 语言已经破音字 我们开始来听 委托经营书范本000委托方认同000受托方 一林业永续多元辅导方案 整合公司有林永续经营森林资源之精神 000委托方所持有之合法公司有林地地点 地毫0000面积00公顷 同意为托000受托方一所转拟之森林经营计划书内容及核定期程 善家管理经营前开土地维持林地健康生产优质木竹材即在维护生 太环境前提下之合法合理之多元利用经营方式 森林辅育计划林木伐采计划造林计划森林产业作业到监测计划森林经营设备采购计划 临下经济计划及森林育乐发展计划育苗作业规划表年度民国苗谱位置 育苗面积平方公尺新培育树种株树 流传苗株树造林木底备柱竹林育苗种植 为发展森林娱乐、森林疗育、休闲油气或环境教育场域之林地 所作抚育、措施、可参考抚育作业规划表填写 并提供逐年未知地理资讯套绘图 规、划映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有林整合经营与辅导作业流程 发布日期111年8月10日发文字号 林造字第1111740411号111年8月10日林造字 第1111740411号含修正 1、目的 林务局为加强公司有林经营管理、整合公司部门资源、营造健康优质的森林 以永续经营的理念 发挥国土保安、生态环境、保育及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定定公司有林经营及辅导作业规范辅导森林经营者 依据土地使用类别容许像、木、进行林业、森林游乐与林下经济等多元方式经营 以达成坚固木制及飞木 画印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有林整合经营与辅导作业流程 发布日期 111年8月10日发文字号 林造字第1111740411号 111年8月10日林造字 第1111740411号含修正 1、目的 林务局为加强公司有林经营管理、整合公司部门资源、营造健康优质的森林 以永续经营的理念发挥国土保安、生态环境、保育及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定定公司有林经营及辅导作业规范辅导森林经营者 依据土地使用类别容许像、木、进行林业、森林游乐与林下经济等多元方式经营 以达成兼固木制及飞木 知之竹木类林业生产、森林环境娱乐、林业经济发展等多方效益 及提高该规、犯作业执行效率、特定定本作业流程 2、七成 森林经营计划已审定通过后五年为一期 3、经营目标及效益 1、永续林业经营 辅导公司有林永续经营、培育优质高价值林木 提升林主、奖励造林人或承租人长期林木、竹材生产收益 2、提升国产木竹材加值利用 发展国产木竹材利用技术并导入文创及创新产品 知加值利用、提升国产木竹材、书伐木、知烧材等林产物的利用价值 3、发展林下经济、辅导林主、奖励造林人或承租人在森林法、土地法等相关法 规许可下 进行林下经济栽植 增进森林所有人短期经济效益 4、建构林产产销链 建立国内木竹材产销链 增加木竹材生产的竞争力及提升国内木材需求量的自给率 5、发挥森林休闲油气价值 经营优质森林并维护林地健康 营造市和发展森林、娱乐、森林疗愈、休闲油气或环境教育等活动场域 4、辅导机关构及辅导区位 1、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 辖管之国有林地租地 国有财产署放租制造林地 国、内大专院校实验林地或实习林场 2、直辖市、县市、政府、公司有林地 参与造林之农牧用地 受理林业合作社成立申请及农会整合经营之林地 5、辅导对象 1、农民团体 系指符合农业发展条例第三条第七项之农会 合作社、县林 业、组织之及森林法第十九条 1、合作社法组织之林业、合作社 2、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之非营利性民间团体 如基金会、社会服务及慈善团体、协会、社区发展协会、学术文化学会等 3、农业企业机构 4、协纸公司据森林所有人或具备森林法第四条所定式为森林 所有人身份或有合法使用权且营业项目或商业登记为林业者 4、直辖市、县、市、政府机关及国内大专院校森林相关科系或实验林管理处 6、辅导项目及内容 1、协助组织林业生产团体 在林牧、竹林资源密集地区、辅导林业合作团体或组织 整合林业经营资源与人力、包括社会、环境及经济等个面向 以振兴山、村发展 二下化线编撰森林经营计划书 提供有意愿林主或承租人进行公司有林森林资源 清查盘点、旧森林及林牧资源状况 邀及专家学者或委托林业绩师协助林农办 离森林经营规划 并编拟森林经营计划书 三、提供森林经营技术指导 三、提供森林经营技术指导 森林经营管理技术 包括迎林周期规划、森林抚育作业、森林法彩作业及更新、作业等 木竹材生产及加工利用技术 包括森林材料利用、木竹材文创、加工及加值生产、利用等 林下经济经营技术 依林下经济经营使用审查作业要点 含技术规范办、里 木竹类林产品产销链资讯平台之建立 包括森林经营技术、木竹材生产及加工、利用技术、 林产品销售煤盒、产销链整合及林产品供需等 森林娱乐之发展 包含森林娱乐、森林疗愈或环境教育等 4、协助申办森林经营相关行政事项 协助提供申请林业相关行政事务流程集资、训、加速林主申请作业程序 如奖励造林、法彩及采运许可、林业相关之政策、性专案农贷、限制法彩补偿、天然灾害救助等申请 7、编撰森林经营计划书及审查作业程序 1、编撰计划书、前置作业、计划书范围土地需整合30公顷以上且处同一直辖市、县、市之土地、 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协助梅河林主或成租人林主与砖、 家学者、林业技师编尼五年未一期至森林经营计划书范本如附件二、 专家学者进行访谈、收集地方意见及与权益关系人沟通经营意向 森林经营者编拟森林经营计划书时 应收集经营范围之环境、动植物资源资料包含 宾威动物或植物红皮书之珍惜植物等图资套汇、文献资料、数位资料、库等分析、比对 得参考生太环境检合表附件三进行评估、必要时的进、行现场调查 直辖市、县、市、政府或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应提供本方案相关、咨询、事宜等之协助 森林经营计划书经营规划方案所罗列之各计划项目及规划表、表格、应依、作业别分年填列规划表之地点击规模 编撰森林经营计划书所需费用 得依公司有林经营及辅导作业规范向辖管、直辖市、县、市、政府或林区管理处申请经费补助 计划需为请森林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或团体如技师工会、办理 同时应于农委会农业计划管理系统严题 补助计划并检付委托之契约书内容包括委托金额及单位合法登记文件 经费和波时依应检付完整规划之森林经营计划书一份及其他凭证办理 二、审查作业程序、森林经营计划书之审定、细卫林务局行政指导文件 以作为林业主管机关评、估后续受理申请林业相关补助之依据 森林经营计划书审查单位及分工、计划规划区域如辖管、不同直辖市、县市、政府或林区管理处等机关 则以辖管土地面积比例最多者为经营计划书受理 即审查主政机关 受理机关进行初审时,如有必要的邀请有关机关共同审查 方式采书面审查或 会议审查 审查刑事自定、经初审后韩宋林务局复审 属国有财产署放租制度 D。由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受理,森林经营计划书规划之各项林业经营作业项目 执行时仍需依现行各项法规规定,竟向各该管支主管机关提出申请,核准后使得办理 申请单位应检附合法登记文件,计划范围内各土地登记藤等,如飞鼠森林经营 主体所有之土地,亦应令检据委托、经营、书籍、切结书至少6年公临,业经营使用如附件4级附件5等文件提出申请。 森林经营计划书内容如有缺漏或一线刑法规规定不可行,应正式函文申请单位,请其修订或加注说明后再复行审查。 森林经营计划书寻程序报送林务局审定后,得依公司有林经营及辅导作业规,犯及后续实际执行森林经营计划书分年计划,向直辖市、县、市、政府或林、区管理处等机关申请补助计划。 申请森林经营计划书补助计划检据项目,一、申请单位合法登记证明文件,二、专家协助编撰森林经营计划书契约。 森林经营计划书补助计划核定后,使得进入核销补助项目之程序。 八、公司有林经营辅导补助项目及注意事项一、补助项目、林业机具。 办理公司有林经营、林产产销辅导及防治资产。 森林娱乐发展。 办理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验证如FSC森林验证。 公司有造林、辅育及管理、桥木类造林地新植及辅育、竹林类辅育、书法座、业、造林育苗。 森林产业作业到为森林经营或产业发展之需要,规划新设或修筑森林产业作、业到。 环境监测、适用范围、法采完成后三年内之林地环境监测计划。 二、应被文件、经审定之森林经营计划书。 申请者登记合法证明文件。 申请补助计划说明书需以农委会农业计划管理系统上传列应为依据。 三、各申请补助项目注意事项、林业机具。 一、县农业企业机构及农民团体、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之非盈利性民间组织。 二、林业机具系、制造林育苗、竹木收获及林下经济所需制造材、集材、运材、柱、存、木竹、财分等及林产物初级加工生产所需林业机具。 三、受补助之机具组需含主机及动力源、引擎、货马达、电池等,以新购货,完成组装卫线,并硬喷有000年龄物局林业机具计划补助字样。 但 有林经营、林产产销辅导及防治资财。 一、县机关、学校、农民团体、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之非盈利性民间团体。 二、以造林浮育、森林娱乐、森林产业作业到以外资财未宪。 森林娱乐发展 一、县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农民团体、经政府核准立案之非盈利性民间团。 T 二、森林娱乐发展包含森林娱乐、森林疗育、休闲油气或环境教育等项目。 一、美、按所提计划内容审查其发展性、必要性及合理性补助项目不包括硬体设施及设设、被办理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验证含FSC森林验证。 一、县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农民团体、农业企业机构、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之非盈利性民间组织、学校、时、市、雁林。 二、以办理验证所需归费未现、不包含业务费。 公司有林造林、府域及管理。 一、县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农民团体、农业企业机构、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之非盈利性民间组织、国内大专院校森林相关科系或实验林管理处。 二、造林及府域面积查核方式、直辖市、县市、政府、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可。 自定机制如利用无人机进行比对或利用GPS现场做标资讯套图等方式。 以查核、实际执行面积,查核面积可容许于申请面积正负5%误差值范围内。 三、竹林类府域及地查验。 以目测位原则,单干散生类竹林如较高竹、梦宗竹、贵竹每平方公尺至少保留一干,和轴从生类竹林如麻竹、绿竹、次竹每从质,少保留二分之一干数。 四、书罚作业不搬出利用项目,于同一书罚区为5年内申请一次未限。 五、一、经营计划书分年办理育苗作业,以新值造林面积每公顷诸数请参考奖。 立造林数种及每公顷灾值诸数基准表计算所需苗目培育诸数,当年度如新值。 造林未达计划面积,所剩培育诸数则列入流传苗数量。 查核方式,申请者育苗,完成后通知受理机关、直辖市、县、市、政府或各邻区管理处派人于苗普进行盘,点并做成记录,以为后续合拨经费依据。 六、五年内同造林区域新值苗目补助以一次未限。 森林产业作业道,一、县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农民团体、农业企业机构,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知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国内大专院校森林相关科系或实验林管理处。 二、申请单位应于经营计划书森林产业作业道规划表中序名各项作业道规划类型。 即长度,并提供图资套汇图面,凭已申请经费补助。 请拨经费款项,虚减附作。 业道失作前,后照片及其他凭证资料办理。 三、新设或修筑作业道以水土保持计划所核定面积或长度未补助依据。 四、常态性维护补助项目以当年度实际造林或伐木作业范围面积位基准。 计算补,助作业道长度上限。 A、计算方式。 当年度实际作业面积、公顷、乘森林产业作业到补助每公顷长度上, 县城道路面长态性维护每公尺200元。 B、作业道路线、长度之地里资讯套汇图及坡度图印标示明确, 同一路段同一年,度已一次未线。 5、申请单位应参着林务局订定之人工林作业到设计及施工原则规划办理。 环境监测 1、县农业企业机构、农民团体、经政府立案核准设立之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2、依审定森林经营计划书之法彩区域,法彩完成后三年环境监测计划未线。 3、监测项目至少包含法彩后之林香变化、林木生常富裕情形。 或其他野生动植物等项目,可依实际需求增加监测项目。 4、请拨经费款项,虚减复完整监测报告一份与其他凭证资料办理。 9、年度补助计划申请及审查程序,森林经营计划书经审定后,原则于每年6月底前一公司有林经营及辅导作业,规范申请经费补助,计划申请及审查方式参着附件期。 1、透过直辖市、县、市、政府核转申请补助范围为私有地,申请单位应一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管,计划经费处理作业规定编列申请计划、说明书、格式请。 参着附件6、向所辖直辖市、县、市、政府申请。 直辖市、县、市、政府受理及审查申请单位计划说明书内容,至农委会农业计划管理系统延提补助计划、附件为申请单位之计划说明书后上传系统,即含宋林区管理处核定。 直辖市、县、市、政府严提计划应编列配合款并得编列办理事项业务之行政费用。 2、透过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申请补助范围为公有地或国有租地,申请单位应。 至农委会农业计划管理系统延提补助计划后上传系统及含宋林区管理处核定。 3、审定之森林经营计划书如包含公有地、国有租地及私有地,申请单位得依钱。 树土地类型分别向直辖市、县、市、政府及林务局各林区管理处申请。 10、森林经营计划书变更。 1、森林经营计划书经林务局审定后,为求计划稳定性及经营策略有效执行。 提、初变更计划原则以三年内两次卫限。 当年度申请变更项目,不列入当年度申请补助项目。 2、森林经营计划书后续执行,如无法一员定期承办理情,于员审定制工作项。 目、范围不变情况下,经营者得具名理由依规报请直辖市、县、市、政府或辖。 区林区管理处同意被查,不需办理变更。 11、督导、考核、各主管机关一公司有林经营及辅导作业规范,就各补助。 计划的不定期参与后续辅导、查证工作。 1、各林区管理处每年年终应邀及相关直辖市、县、市、政府及其他相关单位办。 理期中检讨会并做成记录,包含当年度核定森林经营、计划办理情形、执行进度、 及待协调解决事项等,并复支林务局。 2、计划执行过程及结案。 3、各林区管理处及直辖市、县、市、政府得不定期访试。 3、辅导并定期办理计划、查证工作。 3、林务局每年计划执行完毕应办理检讨会,并是必要得办理相关查证工作。 老老等,老老等也是要去看嘛。 这是说我们这个林业,林业包括竹林。 竹林和相关机构,当然有农业企业机构。 森林意乐发展,这是我们比较有兴趣的,森林意乐和森林疗益、休闲游戏及环境交易等项目。 三大元开发,如果要再规划,这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AP亚东新闻一野新闻提供这个林路级的规范 这样规范就是说,希望大家了解相关的规定 重点就是希望永续林业经营,我们今天介绍到此为止 公私有林整合经营与辅导作为,感谢大家